都说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难道老死真的没有痛苦吗 为了探究这个人类最关心的死亡之谜 日本一位外科医生开始了对养老院的老人们系统的观察 一共200名老人观察他们自然死亡的过程后 这位日本外科医生意外发现了老人们死亡的共同秘密 那生老病死真的是自然规律吗 人自然老死是真的很安详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脑洞科普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这是位于日本东京士田谷区的一家养老院 名叫罗卡之家 里面居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 他们或多或少都患有一些老年病 比如老年痴呆等等 养老院的主治医师石飞浩三 曾经是一位对生死极为看重的外科医生 一直致力于寻找延续生命的方法 当他目睹了200多位老人的去世之后 开始转变思想 认为死亡并非我们的敌人 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这个思想跟养老院不谋而合 罗卡之家如今已经不在 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老人采用延长生命的措施 比如说胃管胃食或者境外注射 他们发现当一名老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 他会提前一周左右开始无法食用食物 连饮水也变得困难 这个时候罗卡之家的护工们会用沾了水的棉签棒或者水果块 去浸湿老人的口腔缓解他对水及营养的需求 但不会再额外勉强让他食用一些食物 因为在护工们看来 这样反而会加重老人的痛苦 这样的方式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但是根据研究表明 自然老死的人的确会更少感到痛苦 从这个方面来说 或许老人们自然死亡 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当一名老人濒临死亡 护工却不采取任何为其延长其生命的措施 你是否会认为这是一种残忍呢 在日本的罗卡之家养老院 这样的方式却是常态 主治医师石非浩三认为 生命是有极限的 如果强行延长这个极限 并不会为其延长太久 反而会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当一个人的生命开始漫向终结时 他的身体会提前发出预兆 比如说一位老人在去世前两三年开始 哪怕吃再多的食物 身体也会开始消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他体内的细胞已经开始衰竭甚至死亡了 当肠道内的细胞大量死亡或者衰竭之后 他们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自然减弱 这就使得吃进去的食物 不再像年轻时一般能够充足的供给人体所需的能量 少眠也是衰老的一个明显特征 当一个人开始步入衰老之后 他的睡眠时间比年轻时有明显减少 但这并非是单纯的熬夜所致 而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人的年龄逐渐老去 大脑分泌的褪黑素会急剧减少 这是一种主醋眠激素 能够调节昼夜节律 而一个人感受到自己逐渐衰老 从记忆地衰退 做事力不从心 再到自己无法独自行走 无法再自主吃饭 这个过程是可怖的 它并非身体上的病痛 而是心理上的折磨 对于逐渐到来的死亡 无能为力的感觉 因此可以说 衰老死亡的本质 就是身体机能的衰退 细胞的消亡 直到这种变化影响整个人体 你知道人自然老死 是一种什么感受吗 美国的研究人员 曾经将年轻的健康人的细胞 跟衰老的人的细胞 做了一个对比 正常的细胞是会自然分裂的 不断产生新的细胞的 而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以后 细胞的分裂活动将会停止 细胞死亡之后 不会再产生新的细胞 当这些病变的老化细胞死亡之后 会分泌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痛苦的情绪 这也是为何当一个老人即将死亡时 他不再会感到痛苦 我们可以看出 老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或许在逐渐老去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感到惶恐 但当死亡真正来临时 却能够摆脱这些痛苦 但那些因为患癌症 或者其他病痛去世的人不一样 他们在患病以后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但可惜的是 即使老死可以说是最无痛的死亡方式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能够老死反而成了一种奢求 自然老死者仅占所有死亡比例的7% 自然灾害跟其他死亡事件的死亡人数占8%跟30% 而因为各种疾病死亡的人数最多 占总体死亡人数的55% 这些因病去世的人并非全部死于癌症 也包括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跟人的生活水平有关 比如说在一些贫困地区 医疗水平较为低下 人患病之后得不到有效治疗 死亡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跟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如果一个人总是在熬夜 饮食不均衡 那么他患病的概率将大大提升 不健康的饮食跟作息习惯 正在逐渐成为现代人健康的杀手 所以说为了我们都能寿终正寝 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 争取不当那痛苦的7%吧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 再见 感谢观看